纽约华语警官梁彼得被起诉 继续在华语社区引发关注 早前社交媒体误传白宫请愿网站 签名联署只要超过10万 就可以令此案撤销起诉 引发了各界质疑 最初发起签名联署的 美国华语平等权益协会 简称华权会出面澄清 发起签名初中是呼吁各界能够关注 这个事件避免歧视发生 并不能够干涉司法的程序 Kin跟我们讲讲华语会最近在纽约 因为这个华人警察的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地跟我们讲一下 你自己的看法这件事情 大家应该要怎么样对待 我认为在这个事情里面的话 最重要华语会是真的为华人在办事 为华人服务 如果他们今天拿出来的评论 是真正的为我们华人 就是讲发声 为什么我们要开始打压他们呢 为什么其他的人会要打压 为我们真正华人做事的一个会呢 这个是我不能理解的 那我认为在这个华全会里面 他们有这么多年轻的乐学青年 出来街头真的为这个华人处理 也没有得到任何报酬 那我觉得我们是应该以鼓励的方式 来让他们有可以更加的这个努力的 为华人服务 很多人站出来说就法律的条规啊 就很多的方面来说他们都是做错事的 你个人怎么看 我个人应该这样看了 今天呢他们走出街头啊 并不是在讲知识的时候 如果讲知识的话 应该就法庭去讲知识 在法庭讲法律 今天最重要 他们今天是make a noise 就是讲我们每个华人都看的这个案件 请他们公平公正的审判这个案件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华人的不应该对这个我们这个年轻人啊 上岗上线啊 为他们应该我们要为他们肯出来 为我们华人做事而鼓掌 这个说我的看法